第二十题 将一带电体置于金属旁 发现金属块的电荷分布如附图 下列何者正确 这个动作叫做静电感应 带电体靠过来因为同性电相次 异性电相吸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负电被吸过来 所以这个带电体应该是带正电的 带电体要正电 那我们知道 湿卷摩擦后的玻璃棒就是带正电 这是我们有备的 所以我们选项A是对的 那么我们手碰一下叫做所谓的接地 接地的时候老师上课说 方便的讲法叫做不被吸引的会不见 所以这个正电呢就会不见 但事实上正电不会动 所以这不是正跑掉 而是负电跑上来 所以应该是我们的负电呢 从这个下面进入我们的手 跑到我们的金属块来 所以B说手触碰触碰金属块 发生的带电粒子运动是 电子由金属到手上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从手到金属 然后呢 当我们这样子碰完之后 我们说我们的正电呢就不见了 所以呢把带电体移开之后呢 它就变成带负电 实际的情况是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负机具 负比正多 所以会带负电 所以C说 手触碰金属块 先移开手 再移开带电体 金属块带负电 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个动作 让用这个静电感应的方法 使在经过接地使东西带电 这个方法叫做感应起电 所以诸说 乘兮此种使物体带电方法 叫感应起电也是对的 所以他问我们说 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将手触碰金属块 则发生的带电粒子运动情形是 电子由金属到手上错 应该是从手上到金属